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弟弟妹妹李显阳和李伟玲 在14日凌晨将一份题为《李光耀的价值观哪去了?》的6月声明稿上载至脸书 表示对长兄李显龙总理失去信心 声明指责李显龙利用总理一职设法挽留李光耀欧斯李禄38号的故居 声明表示这个做法违背了李光耀生前的意愿 他们揭露李显龙与妻子何金反对拆除李光耀故居 是为了增加本身的政治筹码 李伟玲和李显阳还声称他们受到严密的监视 并且担心新加坡的政府机关可能会对付他们和李显阳的妻子 李显阳甚至在声明中表示 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可能会在可预见的将来离开新加坡 他不想离开 李显龙是他选择离开的原因 目前身在海外和家人度假的李显龙今早作出回应 李显龙说他与何金否认弟妹所做的指责 并强调有关他要扶植本身的儿子进入政坛的说法是荒谬的 李显龙表示兄弟姐妹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 但是不应该公开谈论这些分析 他说自从他父亲在2015年3月离世后 出于对父母的尊重并且身为长子 他尽力地设法私下同弟妹商业以便解决家中的问题 李显龙在声明中表示 弟妹的声明对父亲的声誉造成了伤害 李显龙承诺他将继续遵循父母的教会 尽一切所能做好工作 他也将继续诚实并尽力地为新加坡人民服务 特别是捍卫新加坡任人为贤的治国原则 李显龙说弟妹也知道的 他目前同家人在海外度假 他将在这个周末回国后处理这件事 李伟玲和弟弟李显阳曾在2015年 公开李光耀遗嘱有关处理故居的内容 强调父亲在晚年时曾数次要求新加坡政府 保证在他去世后拆除故居 以免成为工人崇拜的遗迹 这已不是李伟玲首次公开表示对李显龙的不满 他曾在2016年谴责他滥用权力建立王朝 NDP7综合报道